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历史上的今天 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个话题要讲的历史上的今天 是1983年邓小平的关于与中英联合声明之后 关于香港地位回归的一个构想 一个政治构想 在经历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上台之后 无数次的各种各式各样的各种巧克力名目的政治运动之后 整个中国大地已经是民不聊生气惨无比的景象 而在那个时候却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澳门生机婆婆 特别是香港 却在那样的一个依靠背景如此之凋敝的一个大陆 却自己发展的是东方的民族 这一点有制度的特殊性 也有香港人民在一种自由的环境之下 所奔放出来的 他者无法其极的勤奋智慧 我们看到英国殖民地有很多个地方 但是就一个城市殖民的发展来讲 香港是他者无法其极的 而邓小平在按照中英在清大清帝国后期 与英帝国所签订的这份协议的基础之上 创建了一种几十年不改变香港的政策 也就是今天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一国两制 在推出一国两制的方案之后 给香港在过度阶段给予了一个稳定的方式 同时也给予了香港投资者市民各阶层一个定心碗 那么这个过程是如何的 走到了今天他还是成功的吗 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一种新的一种机遇 比如说习近平是否可以延续 或者是有什么更高的政治智慧 去解决今天香港的事情呢 那么我们将历史上的今天这个话题 交给身在香港的姬说明先生 给大家讲解 姬先生您请 一国两制 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国家 实行两种制度 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领导人 邓小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为了实行 实现中国的这个统一目标 提出来的一个宪法原则 那么就从这个 其实他这个提出呢 原来是针对台湾统一的 那么那个实践呢 实际上先是从港澳开始 就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 港澳保留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 他继续拥有自己的政治管制制度 法力体系 金融经济政策事务 以及对外关系 五十年不变 那么那个 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地区呢 是实行继续实行中国特色的那个社会主义制度 所以邓小平是很简单的说 这个港澳 那个他是实行马照跑舞照跳 保留资本主义生活方式 五十年不变 这么一个制度 那么这就是和内地的社会主义特色有区别 那么这个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呢 就是1983年6月26号 邓小平会见了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杨立宇教授 他是首次提出了这么一个构想 那么在那一天6月26号 邓小平在会见杨立宇那个时候就讲 这个祖国统一后呢 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 可以实行与大陆不同的这个制度 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有台湾自己来那个管理自己控制 那么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在澳门和香港的问题上 邓小平最后就把这个构想先做了实践 就搭建了他这个构想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实践架构 那么其实邓小平的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个构想 在1981年 就他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没多久 的8月26号 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知名人士的时候就首先提出 台湾不搞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制度不变 外国资本不动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藏力量 那个他实际上是都针对解决台湾问题来的 那么这个就是一国两制最早他提出的一个想法 大概是一个台湾会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在统一以后 那么这个在国际上就称为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一个伟大构想 那么这个也是解决中国这个土地被隔浪 两岸分离的一个现实问题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那么这个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行资本主义这个制度 也实行了22年 那么这个当中风风雨雨 有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也有这个受到磨难和折腾的这个教训 那尤其是今天那个香港发生了百万人的这个上街游行 虽然很多人说这意味着一国两制的这个失败 那我倒还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一国两制还在实践当中 这个百万人上街 上街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维护 维持他们想要的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 北京也不承认一国两制失败 要变成一国一制 因为他完全有他的那个力量和权力 可以这么做 但是北京没有做 说明就是大家都希望这个一国两制 还能够实践下来 他也是继续也是解决 现在这个香港问题和台湾最终要统一问题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方式 当然也有不少人提出 包括马英九也提出 一国两制能不能变成一国两制 优良的两 对吧 那么使得这个这个制度建设 更符合这个市场经济 或者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这个需要 那么这些都是一个谋合 这个一国两制发展过程当中的谋合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国两制还在实践当中 香港呢 这个22年来依然保持了他的这个繁荣 因为邓小平讲 一国两制的这个最终目的就是保持他的繁荣和稳定 香港呢 依然保持着他的繁荣 但是香港呢 在由于各个这个层面的这个这样的一种 一种分歧 那么在香港的这个社会稳定上 现在是看来遭遇一些措置 那么这些措置需要在继续实践当中再去探索 那么我是觉得我们拭目以待 那个希望这个邓小平的这个构想 最终能够达到实践的目的 主持人 谢谢您 那么对于在台湾的陈先生 您认为一国两制的香港是否是成功的 或者是您有什么样的一个 身在台湾有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呢 一国两制是迁就现实 就是说站在香港的立场 这个不可能在所谓香港回归祖国之后 让香港实行社会主义 所以一国两制是迁就现实 我当然讲是就香港而言 那么现在一国两制被认为是失败 主要的不是说它框架有问题 而是因为它实践上面 一国过度的伸张 两制过度的萎缩 所以两制服从于一国 造成香港人觉得两制并没有得到保障 反而一国越来越贯彻 所以问题出来这儿 站在台湾的立场 我们是对一国两制基本是排斥的 排斥的就不是说在统一的方案里头 一国两制好不好 而是说根本就不接受统一的方案 任何统一的方案 那么台湾的人多数都觉得 是无可奈何情况下 才必须被动的接受 而不会主动的去认同所谓的统一的方案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所谓一国两制并不是反对两制 而是反对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的一国 是反对这个概念 因为一国一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所谓中华民国 我们现在的国号就会被消灭掉 所以台湾的人反对不是这个框架 而是反对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的统一 无论是两制或者两制 大家都不会接受 何况现在习近平又把所谓的一中的解释内涵 要限缩了 对于所谓的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也已经限缩它解释空间了 所以台湾的人基本上不会认同一国两制 谢谢你 二位将这个1983年的一国两制 已经表述的非常清晰 而且是不同的角度 我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看法 就是以前的节目当中我曾经说过 一直我认为一国两制 不是邓小平的一个天大的一个创举或创造 如果说一国两制 那么我们根据在1950年签署的与西藏的关系 以及与新疆的关系 以及与内门的关系 都是一国几制 但是最后就正如陈先生所讲 制变小了 两制变得不见了 模糊了 一国一直独大了 就算这样的一种方式 或者这样的一种政治体制持续下去的话 我个人认为香港最后就是一国 没有什么两制 岂容两制呢 这是在历史上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 好的 那么我们进入到第二个话题 也是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关 我们知道伟大的苏联曾经横跨或者是统治了或者是结盟了世界上很多国家 拥有强大的军事 总工业 无数的 战略储备的资源 以举国之力去完成或者去创建无数的大型的工程 像西伯利亚大铁路 像中国我们看到的三线建设 整个中国的铁路的架设等等 这都是一种计划经济 统一布局 捏紧所有的资源 办大事的一种有效情况 特别是我们知道 在苏联革命成功之后 迅速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将自己的工业基础或者工业生产能力 迅速的攀升为世界的前茅 中国也是如此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主导之下 以分配 以按照政治上的一些需求去制造 或者是去要求经济为政治服务 苏联在走过几十年之后 终于难以抵挡下去 在他的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 1987年提出了一些新的改革方案 这个改革方案有工业的 有政治的 还有文化的 有很多 那么最终我们知道 依旧没有改变什么 在随着1989 中国北京天安门六四的这样的一种 人民走上街头 学生走上街头 年轻人去要求 或者去要求改变的这样的影响之下 我们迎来了89年年底的东欧的巨变 同时也有苏联这样一个泱泱大国 这样的一个帝国 它犹如铁木般横在这个世界上 是整个欧洲分为了两半 是整个世界出现了两个局面 那么他的这个改革 1987年的这个改革是怎样的呢 是怎样一个历程或一个过程呢 我们请陈国强先生为我们讲解 陈先生您请 好 戈尔巴乔夫他是1985年党权 然后1987年提出全面性的改革 那么后来六年 他掌权六年之后 整个苏联的帝国就崩解掉 而且俄罗斯的所谓的共产主义体制 也完全被消灭掉 那么很多人认为是戈巴乔夫改革失败 导致这样的结果 我们从后见之明来看的话 不完全是如此 而是当时的所谓的苏联 已经是病入高荒了 他已经是全面性的一种矛盾的 一种到爆发的一个临界点 那么他的经济也到一个崩溃的临界点 而加盟的共和国也到了 已经要分崩离析的一个临界点 而戈巴乔夫呢 他是在1987年提出全面改革 他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因为他的改革失败 造成了这个整个苏联帝国的崩解 和共产党体制的一个消灭 那么这个可以归咎于一部分原因 是他的改革呢 是过度的照进 这个他自大才输 他提出了这个全面否定 苏联过去的这个政策 而且要从这个 从下层建筑的经济 到上层建筑的政治 做全面性的改革 那么这样的一个改革呢 是过度的照进 缺乏充分的一个力量的支持 也对于改革过程 可能出现了混乱 那么缺乏有效的一个防范的 一个配套的措施 那当然他是一个失败的改革 那么但是呢 更重要原因呢 应该是说 苏联积累的各种矛盾 已经到了无以收拾的地步 首先他的政治上的高压统治 残酷统治几十年 造成了深重的民怨 而他的特权又非常严重 造成贫富不均 这个社会基本上是分成两类人 一个类是有权者 他们吃香喝辣 享尽福利 掌握了各种国家资源 另外一群是一大批 这个平民百姓 他们是平武利罪之地 固然这个是有国家配契房子 生活非常困苦 他的经济是计划经济 是非常没有效能 而且是独厚于这个基础建设 独厚于军事工业 对于民生经济 消费经济是非常的薄弱的 是非常落后的 所以民生非常困苦 而且更重要的 国家资源 有少数人在挥霍 而多数人是非常贫困 那么这个社会的矛盾 是非常尖锐的 而加盟共和国 那么也是对于 这个被强制加入苏联 被用共产党来做 单一政党的一个统治 然后再加上实行 强制实行 移植性的社会主义制度 然后造成的民生凋敝 大家都极其不满 要这个脱离 要改造这个体制 要改变不同的路线 要实行自由民主的制度 这都是已经到了临界点 所以戈尔巴乔夫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进行了改革 除非有天大的本领 否则他无法消除内部的矛盾 他无法这个消除共和国的 加盟共和国的矛盾 那么更重要的 他要在政治体制上 做上层建筑的改革 他完全就失去了 对于这个政权 对政治的一个掌控的 一种能力 失去了掌控 当然就是立即的崩解 所以戈尔巴乔夫 是一个志大才俗的改革者 但是这个是失败的改革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原因 是当时体制已经病入高荒 当时苏联已经差不多 已经是没有要救了 即使戈尔巴乔不改革 他强制压制 这个内部的矛盾 压制着加盟共和国 他只有两个结果 一个呢 这就是内部的挑战力量 会越来越大 也让共产党体制无法维系 而他后来承认 失败 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注定是失败的 好的 您已经将这个过程 跟我们说得非常清楚了 我们想请听 季先生有什么样的观点 我是觉得这个 不管怎么说 他是一个失败的改革者 或者俄罗斯是一个失败的 改革的失败国家 那么不管怎么说 跟巴乔夫都值得钦佩 因为为什么呢 他当初的苏联 他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一个体制 他完全可以不改革 他可以混 混个五年十年一定没问题 把这个苏共的体制 还是保持着这么强大的苏共的党员 对他的这种支持 他可以维持 但是他还是有一种迫切性 而且苏联的改革 要比中国的改革要困难得多 因为他的这个计划经济体制 是非常长的时期 而且大家对他有一种依赖性 那么他的这个要从 像中国的这个改革 是从下而上 从农村包围城市 那么这个在俄罗斯完全是 苏联是完全不可能 而且这个领导层应寻守旧 那么所以他的改革 就是从上面开始 所以形成了上面的那种争斗 那么最后把这个一个党给毁掉了 那么他那个当初 这个他的改革就被认为 他不是不像中国的这种渐进性的改革 它是一个比较激进性的这种变革 那么很多人就从这个中国的这个改革成功的这个经验 来得出苏联改革失败的这个结论 那么如果说认为苏联能够采用 中国的这个渐进性改革情况会好得多 但是该把乔夫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中国的条件和苏联的当初的这个环境和条件 是不一样 那个可能各个国家的情况真的是不同 那么现在如果说回过头来怎么走 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可以值得总结的 那么他的改革那是应该是必定的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走 应该怎么争取党内更多人的这种支持 和这个 怎么按照苏联的这个情况来进行改革 这个是应该是值得探讨的 因为这个改革失败的代价也是很大的 结果使得一个苏联就是那个分崩离弃 那一个政党也就就瓦解了 那个这个改革虽然俄罗斯现在是一个民主国家 但是他还是没有把这个原来这个 这个这种这个集权或者专制的这个 全部裹掉 不完全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民主国家 那么这个当中的那个代价和成本还是很大的 好的 我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观点 我认为 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回天乏力的 一个失败的改革 经济改革者 但是他某种意义上却是一个成功的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历史就是这样 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写什么 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站在今天的角度去审视 那个时候他什么做对了 或什么做错了 但是我们知道 什么是进步了 什么是退步了 好的 今天的历史上的今天 我们就做到这里 谢谢二位嘉宾的讲解 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谢谢你们 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